娘娘 这是王爷特意让胡神医给你开的安胎药 你还是趁热喝了吧 王爷他还是不相信我吗 绿罗 绿意 当时你们两个也在场的 你们都看见了 我没推他 我真的没推他 柳凤瑶就是故意他故意陷害我 柳娇娇 柳凤瑶 听着这熟悉的名字 袁宝宝脑子里咯噔一下 他这是穿梳了 王妃 你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 还是先喝了药吧 等以后王爷会相信你的 说完抬手 接过药碗 这要是换了药方吗 王妃 胡神医说 孩子的情况不好 金儿个刚刚换了药方 王妃 你看王爷还是很疼你的 你才是王妃 王爷心里是有你的 柳娇娇的心里舒服了少许 端起药刚要喝下 一道高大的身影匆匆进来 眨眼间就到了柳娇娇的身边 怎么还没喝药 王爷 我没有推他 我真的没推他 娇娇 先喝药 柳娇娇张张嘴 还想说什么 男人却已经接过药碗 递到他嘴边 别喝 我的亲娘 哎 这可不是什么保胎药 这是堕胎药啊 哎 我漂亮美丽 倾国倾城的柔弱 哑巴娘亲 咱俩还是没缘分呢 你的宝贝女儿 无敌可爱的小棉袄 我先走了 放心好了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看在你辛辛苦苦孕育了 我八个月的份上 我真心劝你一句 与其被这个瞎眼王爷一次次误会你 把你的生不如死 还不如和我一起早点找阎王爷报道呢 这剧情有点坑娃 穿书也就罢了 可你好歹让我出来活一会 最起码呼吸一下书中世界新鲜低空气 哪怕只活个两三章也行啊 这是谁在说话 声音乃声乃气的 还喊他娘亲 难道是 刚刚他都能听到女儿的声音了 他的女儿已经有意识了 他要保护好女儿 哑巴娘亲 你就别挣扎了 就算你现在不死 到最后还是会被瞎眼一网折磨死的 不过你也别伤心 你死后他就知道你才是当初救他的人 他会后悔死的 王爷 你就这么恨我 这可是你的轻骨肉啊 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义王不为所动 眸光忧尘 眼神锐利 紧盯着柳娇娇的肚子 刚刚的话犹在耳 他很确定不是幻听 王爷 你还是杀了我吧 就在柳娇娇心如死灰 放弃一切等死之际 义王的眼睛终于移开 请李太医 现在 立刻 袁红义 你别想伤害我女儿 除非我死 本王何时说要伤害女儿了 义哥哥 不好了 不好了 月哥又晕过去了 女人直直地冲到义王跟前 一头扎到她怀里 义哥哥 怎么办 咱们的月哥还那么小 她胡神医说 恐怕过不了今晚了 好了 瑶瑶 别哭了 这女人 居然没喝药 还真是命大 这都能逃过去 不过不急 她还有别的法子 义哥哥 是不是姐姐不想救我的月哥 柳凤瑶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身子一驱 对着柳娇娇的方向就跪了下去 姐姐 我知道你和我抢走了一哥哥 可孩子是无辜的 你推我的事 我都圆 量你了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哎哟 果然是道横高深的心机女 这表演的功力炉火纯青啊 怪不得我的哑巴娘 不是她的对手 娘的嘴巴 要是有她的十分之一 也不会一直和瞎眼爹误会了 她儿子根本就没病 才出生就被喂药 也不怕把人喂成傻子 义王再次听到那声音 心里一袭 她现在已经确定了 她和女儿果然是心有灵犀的 她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 只是 月哥根本就没病 还被喂药了 看着眼前哭的梨花带雨 肝肠寸断的柳凤瑶 怎么看都不像是 能给亲生儿子喂药的心思歹毒之辈 王爷 李太医来了 义哥哥 无神医医术很高的 你怎么 瑶瑶 你先回去 娇娇的身体不好 让李太医先帮她看看 晚点过去帮月哥儿也瞧瞧 刘全 送侧妃回去 看来瞎眼爹也不是太笨 居然猜到那碗药不对 这药可是心机女患的 依着瞎眼爹对她的宠爱 就算查出来 能处置她的心头好吗 李太医 请 义王扫了柳娇娇一眼 冷声开口 王爷 王妃娘娘身体并无大碍 胎儿也很稳 不过 说 王妃思虑过重 老臣这可以开一副安胎药 不过这只是小事 可王妃娘娘没吃饭吗 人都瘦成什么样了 营养缺乏严重 腹中的孩子估计也不大 义王的脸都黑了 两眼死死地盯着绿罗和绿意两个丫头 王爷饶命 娘娘怀孕以来 送来的饭菜不是太过清淡 就是太过油腻 还经常被关起来 有时三五天嘟嘟事搜 闭嘴 要的是不了了之 柳凤瑶活得好好的 一往每天都会过来坐坐 神色比以往温和了不少 袁宝宝再次醒过来 他茫然地看着四周 这是地震了 王妃 用力 用力啊 王妃 你坚持一下 孩子马上就露头了 咦 不对 啥味 娘亲的情况也不对 房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哎呦 我的娘啊 你这是偷了人家媳妇 还是刨了人家祖坟 在这里生 你会大出血的 咱俩一会就去阎王爷那报到了 柳娇娇面色也是一变 她也发现身体越来越没力气了 来人 我要 王妃 你别乱动 你这样一会就更没力气了 稳婆急忙按住了她 我 我不要在这 就在此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急活活地跑了进来 一把抱住了差点坠地的柳娇娇 王爷 带我离开这 好 翊王直接抱着柳娇娇就走 王爷 王妃马上就要生了 这时候不能动 不能移动 稳婆在后面大叫 翊王却是回头 冷冷地扫了两人一眼 关进地牢 爹爹威猛 英雄就美 霸气侧漏 果然不愧是 以后杀人如麻的封批射阵王 封存现场啊 别让人毁尸灭迹了 这院子 疯了 任何人靠近 杀无赦 柳娇娇被抱到了林霄院 这里也是翊王的主院 柳凤瑶听到消息急忙赶了过来 翊哥哥 不要啊 他抬手拦住了翊王 林霄院他都没来过几次 更没留宿过 柳娇娇这个贱人 凭什么能留在这 甚至在这生孩子 翊哥哥 这是你的主愿 女人生孩子本就不急 怎么能让姐姐在你的房间里生呢 柳凤瑶死死压抑住心里的记恨 他就不明白 柳娇娇的命怎么这么硬 怎么弄都弄不死 走开 翊王看着怀中的人 面色更加惨白 而女儿的声音再也没出现 他心里焦急 对柳凤瑶也就没了平时的耐心 翊哥哥 你怎能 滚 快点走 我和你们说 务必要保证好王妃和孩子的安全 否则 王爷发火 你们该知道的 不远处 刘全领着几个婆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夫人 咱们该怎么办 啪的一声 一个大耳瓜子就甩了过来 说了多少次了 要喊我侧飞 喊什么夫人 柳娇娇 你的贱人 还有你怀的那个野种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元宝宝主动配合 不到半个时辰 他就被冲了出来 生了 终于生了 是女儿吗 恭喜王妃 是个小郡主 她没事吧 怎么不哭 王妃放心 小郡主很好呢 哇 我这是被生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虾眼老爹 长得好好好好漂亮 这简直是三百六十度 没死角的绝世美颜呢 怪不到会被我哑巴娘看上 这小丫头夸她就夸她 这一口一个虾眼老爹 是什么意思 她明明就是两眼如炬 任何坏人在她面前都无所遁形 咋到了女儿眼中 就成了这种老爹了 柳娇娇就是很忧伤 辛辛苦苦生出来的女儿 口口声声说她是哑巴 她嘴巴是不巧 可也没哑了呀 哇塞 娘亲好好好好好好美呀 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倾国倾城 柔若可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了 比我想象中还要美几百倍 可惜就是嘴巴笨 是个哑巴 依我看着眼神也不好 上京的好男儿那么多 她怎么就选了 翼王这个中看不中用的 这女儿就是个讨债的 才出生第一天 就想挖她家墙角 什么叫好男儿这么多 就选了她 这上京 还有比她更好的男人吗 还有什么叫中看不中用 要不中用 这坏丫头哪来的 虽然我足月生了 辛辛苦女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她还想要我的命呢 完了完了 我的亲娘啊 你快点把你身边这男人弄走 咱们娘娘逃命吧 再晚了 你的亲亲女儿 我可就要被杀死了 袁宝宝心里着急 可他人还太小 表达不出来呀 柳娇娇听到这 本就刚生完孩子很虚弱的她 面色刷得一下更白了 她转头看向身边神色冷峻的男人 强压下心底的不安 问道 王爷 借身没事了 你不去看看 她要先把这男人赶走再说了 她绝对不会让女儿死的 王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侧妃娘娘悬梁自尽了 王爷 求求你救救我家主子吧 小主子快不行了 我家主子伤心欲绝救 来了来了 虽然正常出生了 可那新鸡女还是想要我的小命哀 鸣鸣鸣 她儿子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要我拿命去救 更何况她根本就没病 难道就只有我该死吗 袁宝宝一阵郁闷 只恨自己有嘴说不出 王爷 侧妃玄良 你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 去吧 快点滚吧你 不走我怎么带着女儿逃啊 一网转头 眸光复杂地看着柳娇娇 那眼神似乎能看透一切 胡神医不是在吗 王爷 胡神医是在 这次勉强救下了主子 可主子一直在哭 还说不如死了算了 袁宝宝听了都想翻白眼了 那让她去死啊 她舍得才怪了 还想要我的心头血去救那孽种 没病的人救什么救 猪血鸡血都能救人 柳娇娇心里大惊 女儿已经不止一次说那孩子没病了 难道真的 一网忽然起身 不过她还不忘嘱咐一声 娇娇 你好好休息 晚点本王过来陪你 你快点走吧 最好永远都别来了 袁宝宝见到那男人走了 七上八下的心也放下了 可惜不能跟过去看热闹 要是给心机女点 鸡血猪血当药引 她儿子病好了 那才好玩呢 娘亲身体太弱不能出去 要不你带我过去看看 小家伙 你也不想想 你的脑袋还走裤腰上挂着呢 小命要紧 咱娘俩还准备逃命呢 这热闹 咱们还是不要看了吧 已经一脚跨出寝室门的 翼王忽然转身 大步走了回来 孩子给我 你先休息 不 不要 你不能带走她 娇娇你放心 我只是抱女儿过去看看 很快就回来 不 我不信你 你还是想杀了我女儿 柳娇娇抱得得更紧了 袁宝宝被憋得难受 妈呀 压死我了 呜 宝宝喘不过气了 袁宝宝抗议着 柳娇娇这才反应过来 没想到我没死在心机女手里 差点被我娘憋死 娇娇 本王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伤害咱们女儿的 我不信 上次你说给我喝的是保胎药 结果是堕胎药 最后查到结果了 袁宏义 你敢给我个说法吗 翼王面色微变 双目忧尘 好想过去看看啊 可万一这爹真的要了我的小命咋办 算了 我本来应该在我娘怀胎八个月就死的 活到现在不错了 反正早晚都要被这爹弄死 还是先看热闹吧 早死早投胎 说不定下一世能遇到个好点的爹了 翼王还是把孩子抱了过去 柳娇娇虽然不想给 可女儿很想过去 她还能说什么 感觉到抱着她的人亭下 一直闭眼休息的袁宝宝 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儿 虽然眼睛有点 但这个爹长得真好看 袁宝宝暗暗赞叹 这便宜爹比现代的那些小鲜肉好看多了 如梦愿 翼王还没过来 还没来吗 侧妃应该快来了 柳娇娇这个贱人还真是好手段 生孩子都能把王爷迷得晕头转向的 哼 那又如何 王爷和我才是真爱 我可是他的 柳凤瑶忽然停下 王爷 你终于来了 我家侧妃已经寻死好几次了 柳凤瑶立马站在凳子上 脖子要往白鳞上挂 做事要踢了凳子 翼王进来 刚要过去把人救下 忽然想到怀里还有一个小不点 你放开我 不要救我 我不活了 我不想活了 呜 我的月歌都快死了 剩下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放开我 侧妃 你不要想不开 王爷那么疼你 他一定会救小公子的 是啊 侧妃你放心 王爷已经过来了 新鸡鸡女又开始表演了 装的 都是装的 松开它 你看它舍不舍得上吊 翼王嘴角一抽 他算是明白了 这小丫头才刚出生呢 就是一个小操心命 不是想死吗 你好歹把白鳞挂在脖子上啊 翼王抬眼看去 才注意到柳凤瑶的两只手攥着白鳞 果然没挂在脖子上 既然侧妃娘娘活够了 一心寻死 你们身为她的贴身丫头 却在这阻拦 你们两个平时都是这么当差的 来人 把这两个阴凤扬违的丫头拉出去 不听主子使唤 擅自做主 打二十大板子吧 翼哥哥 不要啊 他们两个都是贴身伺候我的丫头 求求你不要打他们 瑶瑶 你不是想死吗 现在没人阻止你了 可以继续了 今天她的翼哥哥这是怎么了 被啥玩意儿附身了吗 翼哥哥 瑶瑶指示 翼哥哥 我只是担心咱们儿子 胡太医说他快不行了 不死了 翼王挑眉看着他 柳凤瑶急忙摇头 胡神医呢 听到翼王终于不再提上吊的事 柳凤瑶小心翼翼地从凳子上爬下来 王爷 老夫在 小公子的事 老夫已经查好 拥有血亲关系 年龄相差一岁之内的心头血 的确可以治好 翼王眉心一跳 女儿说过月哥根本就没病 这肯定是柳凤瑶的主意 不过这个胡神医也绝对不无辜 胡神医 你确定 王爷 月哥的病都是胡神医在治疗 他的医术你也知道 他说能治 肯定就能 能不能治都看你说 可不就是神医吗 袁宝宝心里吐槽 我要回去 我不要被挖心 热闹抗蓝了 没啥意思 袁宝宝想回去了 这爹脑子还不好 明知道这女人装死 还不处置 哼 坏人 我不要你抱额 袁宝宝抗议地想要挣扎 老实点 一哥哥 我知道你不忍心用姐姐的孩子 我也不忍心了 可我的月哥 胡神医 你不是说只取孩子的一点点心头血 对孩子身体并无妨碍吗 胡神医忽然被点名 急忙点头附和 老夫有取心头血的秘书 只取一点 绝对不会伤害孩子 放 取你的心头血试试 不伤害 是直接弄死吧 走吧 柳凤瑶都没想到 翼王会答应 胡神医也愣在那 取 这就去取 他急忙跟着翼王出去 到了隔壁房间 侧妃 王爷心里最在意的还是你 哼 那是自然 别忘了 我可是王爷最喜欢的女人 柳娇娇 就算你用尽心思勾引王爷又如何 在王爷心里 我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那个小 就先一步去死吧 袁宝宝被抱了进去 心里还在大骂 我的爹 虎毒上不食子 你要是感动我 就是 鸣鸣鸣 早知道就不过来看热闹了 跟着我的美人娘亲私奔多好啊 翼王听到私奔两个字 他在想自己是不是不该管闲事 这没良心的 只想着挖他墙角 拐走他女人 还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呢 胡神医 你确定用我女儿的血就能救月根 是 王爷 呵呵 翼王冷笑一声 一个壮汉走了过来 一把握住了胡神医的下巴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一颗药丸已经塞入他嘴里 小家伙 难不成 你想 挨一刀 没人信啊 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 亲生的 你居然要杀我 等我大了 不孝顺你 把你背到山沟沟里 好了 端走吧 什么 啥 这也太奇怪了 他看着碗里那一点点的血 还有地上倒着的大公鸡 这药引 真是神奇 胡神医 血已经取好了 吃不好月根 你就给他陪葬 翼王低头 看像还在哼记的小丫头 走 过去看看那心头血管用了没 肯定管用 要不然 心肌女怎么继续要我的血 哎呀 这爹都知道那孩子是装病了 为啥不拆穿呢 袁宝宝的小脑袋瓜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翼王听到这 嘴角忍不住勾了起来 小样 你就慢慢想吧 翼哥哥 瑶瑶都不知道要怎么谢你了 月根好多了 他 没事吧 翼哥哥 月根只是身体太弱了 再加上用药的事 等过几天他身体好了 就好看了 胡神医 我儿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 柳策飞 这个 老夫觉得 三次应该就能彻底痊愈 胡神医 就没别的办法吗 姐姐生孩子也不容易 总不能为了我的孩子 就害了姐姐的孩子吧 翼王眸光一冷 双目薄凉地看向许神医 胡神医低垂着头 连看都不看看他一眼 柳策飞 小公子现在还小 治疗比较简单 若是拖下去 恐怕还是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柳娇娇 也不知道给翼王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 毒妇 我才出生呢 你居然想要放我三次心头血 还有我的爹 也不是好东西 居然在犹豫 这没良心的小东西 刚刚的心头血 是放了他的吗 皇上驾到 一往转头 正好看到皇上 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的 朕的小孙女呢 父皇 您怎么出来了 皇上不悦地皱眉 快点给朕看看 说完他已经到了翼王面前 也不管他同意与否 直接把袁宝宝抢了过去 你小心点 他才出生呢 身子弱得很 呀呀呀 这是当今皇上吗 长得真的好好好看啊 英明神武 风神俊义 风度翩翩 冒比攀安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他了 众人都说是我爹长得好看 哼 在我看来 还不如皇爷爷长得好呢 等我爹到皇爷爷这岁数 肯定是个糟老头子 这是朕的小孙女啊 你瞧瞧 长得真漂亮 精致 一看就是我原家的宠 魏公公陪着皇上一起来的 也忙附和道 皇上 小 郡主长得和你一模一样呢 那是自然 这可是朕怕了很久的小孙女 你说的对 朕要回去好好想想 给她一个什么封号呢 哈哈 她对着我笑了 皇上震惊万分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聪明的孩子呢 这个小没良心的 她都抱着他出来看热闹 结果 她不对着自己笑 居然对着皇上这个老头子笑 还有刚刚她说的那是什么话 什么叫等她和皇上这么大的时候 就是老头子了 皇爷爷 你可要救救你的乖孙女我呀 原宝宝嘟嘟小嘴 她能感觉得到 皇上是真的喜欢她 她还记得书中的设定 皇上这一代 就没有一个女孩子 到了翼王 就是她爹这代 一样的没有 她是三代之中唯一的女孩子 呜 黄爷爷 我这个爹 想要用宝宝的心头血 救她儿子呢 我偏心爹还同意了 要再娶三次 应应应 我才出生一天呢 娶三次心头血 他们这不是想要了我的小命吗 原宝宝疯狂地吐槽着 只可惜现在 她连控制手脚都难 只能无意识地踢两下小脚丫算作 然而皇上面色却是一变 她转过头 力气乍现 就是你想用我乖孙女的血 救你儿子 皇上 切身 哼 朕的宝贝孙女 你也敢打她的主意 还有你 朕怎么生了你这个逆子 这可是朕的宝贝孙女 你的宝贝女儿 你居然由着这件妾胡闹 都怪柳娇娇 若不是她 自己怎么可能屈居侧妃之位 明明她和翼王才是相爱的 可偏偏皇上不同意 来人 皇上冷声开口 把这剑气拉出去 重打二十大板 父皇 瑶瑶也是刚生完孩子 还没出月子 她不能挨她 哼 坐月子就不安心 就能打震了宝贝孙女的主意 不是没成吗 那就石板子 让她长长记性 还有你 宠妾灭妻 由着她糊弄 就出去跪着好好反省吧 说完 皇上也不给一网狡辩的机会 抱着袁宝宝就走 哇 果然 还是皇爷爷对我好 皇爷爷 我爱你 宝宝最爱最爱你了 见到自己不但不用放血 这对男女还受到惩罚了 袁宝宝心情大好 皇上的心情美滋滋的 抱着孩子回去了 他亲自把孩子交给了柳娇娇 还不忘嘱咐道 这孩子小名就叫袁宝宝吧 好好养身子 你也是第一次当娘 肯定没经验 晚点正会派两个嬷嬷过来照顾小郡主 娘亲娘亲 皇爷爷真的好好啊 他是宝宝见过的最厉害的爷爷了 那对勾男女都被皇爷爷罚了 他就是宝宝的筋大腿 宝宝以后一定紧紧地抱住 就能保护娘了 柳娇娇鼻子酸得厉害 她的女儿才刚出生呢 就已经开始为她谋划 想保护她了 以后她也要坚强起来 好好护着女儿 绝对不能让一王伤害她 一哥哥 对不起 都怪瑶瑶 是瑶瑶连累了你 你先回去 可 皇上已经离开了 一哥哥 要不然你也 回去 侧妃 你的身体要紧 你还是先回去吧 要不然王爷看了也会担心的 你先回去 柳凤瑶这才依依不舍地回访了 李嬷嬷和宗嬷嬷过来后 一王就没再进来过院子 也没见到袁宝宝 袁宝宝吃了睡睡了吃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 估计是第一天出生用力过猛 再清醒过来 已经到了满月 哎呀 这就满月了吗 原来我还没死啊 看来我的小命还是挺硬的 娘亲好漂亮 就是脸色有点苍白 娘不丑 爹爹也漂亮 那宝宝长大了 肯定好看 哎呀 我这睡着了都发生了啥 我的名字还是叫宝宝吗 宝宝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娘很喜欢啊 就当你的小名好不好 好呀好呀 我大名也要叫这个 你可是唯一的郡主 大名叫袁宝宝 还是算了吧 音音音 那我是什么郡主 袁宝郡主吗 宝宝是皇上亲口说的明珠郡主哦 袁宝宝不要 还不如袁宝郡主好呢 朕的乖宝宝呢 过来 黄爷爷抱 朕的乖孙女儿 今天可是你的满月宴了 朕给你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袁明珠 以后你就是朕的掌上明珠 不要啊 黄爷爷 我不要叫明珠 我要叫宝宝 袁宝宝就很好听啊 宝宝是小名儿 明珠是大名 两个一样好听 不要 我就要叫宝宝 袁宝宝 或者袁宝 多好听 还招财呢 宝宝就宝宝吧 等大了懂事了再改也行 那封号是明珠 这个不能换了 柳凤瑶知道 今日是宝宝的满月宴 他的月歌才过了满月宴没几天 可当时来的人根本就没几个 可柳娇娇的女儿 不过是个丫头骗子而已 无礼提前四五天 就开始张罗忙活 还是皇上派来的嬷嬷 亲自动手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魏公公当即拿出圣旨 那意思居然是把翼王的女儿封为公主 皇上 不可 不可啊 皇上 这不符合规定啊 六十年来 我皇室还没一个公主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 镇破阁封公主 你们有意见 皇上 自古以来 只有皇上的女儿才能封公主 王爷之女 只能封郡主啊 哼 都是一群坏老头 我皇爷爷封我管你们什么事 不当公主也行 皇爷爷给我封地啊 气死他们 众位爱卿说得有理 这可是袁家三代 唯一的女娃 朕开心 不过既然你们都说不合适 那还是封为郡主吧 这是朕的掌上明珠 袁宝宝 以后你就是朕的明珠郡主 封地常乐 袁宝宝心里则是乐开了花 前世她为国早天 都没混到封地 没想到这一世 还是个奶娃娃 居然就有封地了 看来投胎真是个技术活 她果断抱上皇上的大金腿 没错 这个丫头 不但对封了郡主 甚至封地都有了 可她的月歌呢 这才是一王府唯一的男丁 侧妃 说到底不过是个小妾 皇上明明就是为了明珠郡主来的 她还不要脸地凑过来 抱着她儿子来混脸熟 哼 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 生的也不过是数字 还真以为自己 就是真不要脸 居然想想明珠郡主的风头 柳凤瑶气得差点吐血 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切身见过皇上 这是一王的儿子月歌 哼 就是她刚出生 就想要我的小命 好想看看 这是何方妖孽 皇爷爷 让我看一眼 就看一眼就行 哎 身为小婴儿的她 好忧伤 我的眼不好的爹呢 婴婴婴 在哪 让我瞧瞧 臭丫头终于想起 她这个父王了 真没良心 她都一个月没见到她了 啊哈哈 不行了 笑死我了 柳侧妃 说好听点 你是侧妃 说得难听点 不过是个贱妾 今天可是明珠郡主 满月的大好日子 你一个妾抱着个数字 出来晃荡也就罢了 居然敢惊扰皇上 这是一罪 啪的一声 又一个巴掌落下 身为一个妾 就算是王爷宠你 该有的规矩也不能少了 在皇上 王爷 王妃面前 谁给你的胆子自称我的 啪又一个巴掌落下 皇上 老奴觉得柳侧妃的礼仪学的不行 不如改天给她找个妈妈来好好教一下吧 皇上点点头 算是同意了 哇哇哇 你嬷嬷好厉害呀 我稀饭 太稀饭了 以往这新鸡女可没少在义王面前给她的哑巴娘上演药 娘吃了好几次亏呢 别玩死了 这新鸡女要俺和娘慢慢玩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 刚刚小孙女在笑什么 难道就因为义王长得好看 哎呀 想想我就差点笑死 我这个爹 为了新鸡女的儿子 差点害死我 还想取我的心头血 给那个小孽种治病 眼不好的爹居然同意了 哈哈 笑死了 他难道不知道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吗 元宝宝乐的吃瓜 这个他都忘了原住有没有血了 不过只一眼他就看出来 这两人根本就不是父子关系 放在心肩肩上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 还为了个小孩害死亲生女儿 怪不得倒在最后落了个段子的下场 皇上听到元宝宝的吐槽 心里也是喊了一声 这 瓜有点大 他可是知道儿子有多喜欢柳凤瑶那女人 当初甚至想娶她为王妃 幸好自己没同意 要不然 堂堂一个王妃居然生了不是王爷的孩子 我 都觉得没脸 他转头看向儿子 忽然发觉这个孩子有点可怜 再看看我的爹 这头上还挺绿的 等以后我一定亲自帮他做一顶帽子戴上 还真是他的好女儿 知道怎么在他心上插一刀 这小丫头 丢了算了 还得他做个帽子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皇上却是神色莫名地看着儿子 小孙女这想法不错 他可以先送给儿子一顶 不过这女人还不能处 他可是卧底呢 一王本来想质问柳凤瑶的 听到这话 神色罕见地争了一下 卧底 柳凤瑶居然是卧底 那当初他为何会救下自己 一王心里疑惑 他还想听听是谁的卧底 只可惜小丫头不想了 哎 这小身体不行啊 我饿了 娇娇 你先带宝宝回去吧 小孩子本来就没多少精神 柳娇娇笑着答应 他们只要过来露面 让众人知道皇上对女儿的在意就够了 明珠郡主 这名号不错 更何况还有封地 那可是最富饶的地儿 好几个王爷都惦记了很久呢 以前皇上没同意 没想到居然便宜了自家女儿 看着女儿吃饱了睡了过去 柳娇娇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 想到女儿说的 柳凤瑶的儿子居然不是一王的孩子 为了那个孩子居然想要伤害自家女儿 还真是活盖 你说你怎么那么没用 找那玩意干什么 该死的 你为什么不是个女的 哎呀 李嬷嬷居然还在呀 她好厉害好厉害 也不知道心机女现在啥样了 哎 转头看看 哎呀 这个花瓶是青花瓷吗 好值钱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看起来好有年代感 肯定也不便宜 这床 袁宝宝看着自己躺着的床 更是震惊了 娃娃这居然是紫檀木 这床更贵呀 她女儿居然是个小财迷 这好说啊 她干脆把袁宝宝抱到梳妆台前 拉开首饰匣子 宝宝你看 这是娘亲的呀 等你大一点 想要什么都是你的 袁宝宝再次惊呆了 这么多的首饰 精美绝伦 金光闪闪 有的上面还有晶莹剔透的宝石 这 随便一件拿回去都是天价呀 还是娘亲好 我要了 我全要了 银子 好多好多的银子 刚刚走进门口的翼王 听到女儿的心声 差点一个猎切跌倒 宝宝 你喜欢这些啊 簪子好看 给爹爹 漂亮 听到女儿的话 柳娇娇犹豫了一下 宝宝是想给爹爹带上吗 来 娘亲帮你 还是额娘亲懂我 鸣鸣鸣娘亲我爱你 绿油油的 和我的眼不好的爹针般配 哈哈 我可是爹爹最贴心的小棉袄 帽子做不了 先戴个绿簪子也一样 翼王 这小丫头 屁股痒了是不是 还有完没完 俊脸瞬间黑了 浑身的气势冰冷 翼王出去 走了没几步 正巧遇到了妆容精致的柳凤瑶 王爷王爷 瑶瑶做了一点你最喜欢吃的小菜 月歌也想你了 翼王的脸色本来就不悦 听到月歌几个字 浑身的气息更冷 月歌不过是个野孩子 可偏偏 他还不能动柳凤瑶 他还是跟着过去了 连看那孩子一眼都觉得恶心 想到这女人居然敢给自己带了绿 还被一个奶娃娃耻笑 翼王就一刻也不想呆了 出去 我要出去 圆宝宝挣扎着 李嬷嬷 小郡主还没出去过呢 我想带她出去一趟 袁宝宝终于还是出去了 柳娇娇亲自抱着 看着外面的繁花似锦 上面还有翩翩起舞的蝴蝶 小郡主很喜欢外面呢 是的宝宝 你看这花好看吗 好看好看 该死的 袁宏义 怎么说我都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我还给你生了个儿子 你居然 他是不是心里就只有柳娇娇那个贱女人 哼 他能把人从柳娇娇的手里抢过来一次 就能抢第二次 第三次 不远处 袁宏义听见宝宝的声音 宝宝居然抱出来了 他大步走了过去 面色淡淡的 少了汲取平时的冷意 宝宝 外面好看吗 袁宝宝正在看蝴蝶呢 忽然听到老爹的声音 他笨拙地转过头去 鸣鸣鸣 老爹虽然有点眼瞎 可长得是真好 还是我老娘厉害 把这妖孽拿下了 以后我也要找个这么漂亮的男人 但绝对不能眼瞎 翼王听的心思有点复杂 女儿这心声 听得他的心态都快崩了 前一刻哄得你心慌怒放的 下一刻保不准能直接把你气死 这小丫头 她是爱也不是 恨也不是 给美女娘花 也给漂亮爹一个 翼王回神 心里一喜 宝宝 爹爹是男人 不 翼王的话只说了一半 在他看清 袁宝宝小胖手里的东西时 脸上的表情 差点就绷不住了 看着那片 还算完整的绿叶 翼王差点再次 喷出一口老血 小郡主 你拿这叶子 送给你父王啊 李嬷嬷不知道其中的道道 反而觉得小丫头很有意思 袁宝宝两眼亮晶晶的 小嘴巴笑得都露出芽花儿了 王爷 这是小郡主的一番心意 也是他第一次送给你东西 你还是收下吧 这叶子可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要不然老奴让人处一下 保存下来 柳娇娇低着头 他快憋不住了 还有纪念意义 保存起来 要不要挂在寝宫的床上 时刻提醒翼王 他的脑袋是绿的 对对对 必须保存 要不说我老爹瞎呢 好坏都分不清 也就幸好我来了 要不然 我老娘都不知道 被他虐了多少次了 老娘八个月被喂了堕胎药 知道后想杀了这爹 新鸡女过来挑拨 这爹把他关在柴房三天不给治疗 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袁宝宝想着袁书里的剧情 那时候 他娘是真的很惨 虐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而他报复的远远不够呢 宝宝说的前世 自己这么混蛋吗 新鸡女 说的是柳凤瑶吧 可柳凤瑶那么善良 怎么可能 偏偏我老娘就是个恋爱脑 都差点被虐死了 临死之际 爹过来救了她 给她点温柔 解释她不知道是堕胎药 娘就相信了 又原谅她了 新鸡女想上位 又来作乱 给她儿子用药 又赖到我娘 袁宝宝回想着书中的剧情 就想骂一声大血的哇 你的心上人来了 姐姐 瑶瑶还没谢谢你呢 上次多亏了你女儿 要不然我家月哥 可能早就 哎呀 新鸡女果然又开始作怪了 哈哈 她不知道她儿子喝的是鸡血 根本就不是我的心头血呀 哇哈哈 我老爹也是挺鸡贼的 也会玩阴凤阳为这一套 袁宝宝想的那天 柳凤瑶说管用 就忍不住想大笑 王爷 宝宝都是郡主了 可月哥 不急 可月哥也不小了 宝宝都是郡主了 月哥若没封号 外面的人会怎么说呀 世子的事以后再说 王爷 你是不是不喜欢瑶瑶了 王爷 你不是说会照顾瑶瑶一辈子吗 果然是封批设定 刚刚还是温暖如春呢 现在又寒风凛冽了 王爷 宝宝累了 妾身先带她回去 转眼间 就到了明珠郡主的百日宴 宝宝 时间不早了 快点哦 妈呀 哪个刁民要害鹅呀 这上面居然被撒了花粉 我这小身板不会过敏吧 嬷嬷 这衣服 我刚刚似乎闻到一股花香味 嬷嬷 我知道是谁要害我 这上面的香 应该是无盐花 在我很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就因为这个浑身 起满了疹子 差点毁容了 柳凤瑶 你一次次地算计我女儿 真当我是好欺负的 哎 心机女也太恶毒了 应该狠狠教训她一下 她这么喜欢无盐花粉 不如就给她和她儿子都试试 你说真的 柳凤瑶听到消息 激动的声音都拔高了几度 李太医 郡主现在没事吧 柳侧妃 李太医才走到这 还没见过郡主呢 对了 侧妃怎么知道郡主生病了的 我和月哥在花园里玩 听到丫头说的 柳凤瑶 你怎么来了 王爷 听说小郡主的身体不适 我担心她才过来的 太可恶了 这心机女眼巴巴的过来 还带着儿子 就这么想顶替我进宫吗 哼 我才没那么弱呢 咦 他们两个现在就在这 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 李太医 刚刚小郡主的胳膊 曾经接触过 不会有事吧 刚刚已经用清水洗过了 没事 只接触了一小会 问题不大 以后穿衣服的时候注意点 小孩子的衣服 最好不要接触 任何花花草草的 王爷 要不然 就让月哥去吧 门外 柳凤瑶见到李太医 迟迟没有出来 知道疹子应该很严重 他心里得意 面上却是忧心忡忡的 总不能大张旗鼓地 准备了这么久的宴 却没主人吧 我知道 我家月哥 不如郡主得宠 可他也是 你儿子啊 月哥虽然看起来 比较瘦小 可若不是那天 不小心被姐姐推倒 瑶瑶才提前生下来的 王爷 瑶瑶没怪姐姐的意思 瑶瑶只是 柳娇娇在里面 听到柳凤瑶又在挑拨 气得当即 就想上去撕烂这女人的嘴 哎呀 心机女真以为 没人看到吗 哼 她不知道 当时后花园 有两个洒扫丫头 好像叫花叶什么的 她们可是目击者呀 而外面的翼王听到后 魔光一暗 她抬起手 刘全急忙过来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两个丫头就被领了进来 你说是王妃推你才早产的 王爷 瑶瑶 那天你小产的时候 你可知他们两个在哪 翼王指着刚刚进来就跪下的两个丫头 王爷 瑶瑶不知 那天你爹到的事 他们也在 需要他们再说一遍吗 来人 送侧妃回去 守好院门 三个月之内不要出来 哎 果然是真爱呀 元宝宝看到这也忍不住感叹了 给她戴了绿帽生了野孩子 她都不计较 陷害她的王妃也只是禁闭 王爷还真是好度量呢 呵呵 柳凤瑶陷害我 你不相信我也就罢了 还逼着我喝早产药 这要更是被人换成堕胎的 差点我的小宝宝就夭折了 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结果就只是禁闭 王爷可真大方 娘亲 要不然 我哄哄黄爷爷 你还是踹了这爹爹吧 女儿说得有理 可以一试 好想教训一下这小家伙 你咋就不盼着我点好呢 打二十大板 再禁闭吧 王爷 不要啊 妾身 妾身只是羡慕姐姐得宠 不是有意的 一网冷哼一声 刘泉急忙招呼人 把柳凤瑶拉下去 很快 外面就传来柳凤瑶的惨叫声 元宝宝笑得脸上 都乐开了花儿 无羊花 给她用点 哼 敢害宝宝 让你也好好尝尝 元宝宝终于进宫了 可以去看她的金子银子玉石了 哎呀 朕的小宝宝 李嬷嬷急忙上前 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 皇上听到也是怒了 元宏义 你怎么宠爱的女人朕不管 若她敢再算计宝宝 朕连你也不饶 小宝宝 想黄爷爷了没有 想了 想了 非常想了 黄爷爷 你也不去看我 不过可惜晚年有点凄惨 被气得摊在床上 屎尿都不能自理 还没人管 鸡一顿饱一顿的 哎 皇上的心里一惊 她这个乖孙女刚刚什么意思 难道她还知道未来的事吗 还每天被打 哎 可惜我封辟爹爹不知道 还以为黄爷爷已经死了呢 皇上目光冷冷地看了一王一眼 这臭小子白养他了 不过 幸好我来了 黄爷爷 你可是宝宝的粗大腿 宝宝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宝宝 走 正带你去宴会 元宝宝却没注意大人的心情 他现在兴奋得很 还努力伸长了脖子 最后很是遗憾 可惜不是白玉做的 他家女儿 不光喜欢吐槽 还是个绝对的小财迷呢 众人送的礼物也很丰厚 元宝宝看到琳琅满目的好东西 眼睛都直了 他全都想要 这都是鹅的 里都在宫里 黄爷爷那么有钱 应该不会贪了鹅的吧 皇上低头看着着急万分的小丫头 只觉得很好玩 这么一点点就知道护着东西了 小魏子 把这些礼物整理造册 送到国库 魏公公心里诧异 他记得早上 皇上还说过这些碗点 都给郡主送过去的 不不不 皇爷爷坏坏 鹅的 鹅的 都是鹅的 鹅要钱钱 好多好多钱钱 皇上听到小丫头 着急的都快哭了 哈哈大笑 再补上一些 一起给郡主送过去 哇还能这么玩 惊喜来得好 他要钱钱 好多好多的钱钱 突然大皇子来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元宝宝听到立马瞪大了眼 皇上的面色不变 依然抱着元宝宝 已经一百天的他 比以前可好抱多了 身子都能竖起来 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 精神得很 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 大皇子温文尔雅 气质温和 脾气好 性子好 是京城有名的翩翩公子 而翼王则是很厉惨暴 冰冷如山 京城女子喜欢大皇子的人更多 元宝宝也好奇地打量着他 心里暗自点评 果然是个笑面虎 长得人母狗样的 不错 皇上的嘴角一抽 这算是夸赞吗 就是不做人事 听到这话 皇上差点笑出声来 元宝宝还真是 评价很独到 不过他也很好奇 大皇子怎么就不做人事了 这孩子的风平一向很好 性格敦厚 在这安稳的年代 以后肯定是一个明君 别再被牙皇影响颜值 牙 能把自己睡过多次的女人 安插到亲兄弟家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 还是怀了身孕的女人 可怜我这爹一腔真情喂了狗 皇上一惊 那柳凤瑶和大皇子 居然孩子是大皇子的 皇上觉得有点荒诞 这事必须死死地捂着 若传出去 外面人还不知道 要怎么说他们皇家呢 果然 柳凤瑶那个孩子 是大皇兄的 估计他心里还暗自得意吧 哈哈 他却不知 元宝宝再次观察了 大皇子的面相一下 心里更确定了 以往玩得太花 玩坏了身子 一看就是无子之相啊 哇哈哈 笑死我了 若是让他知道他最得意的儿子 其实不是他的 不知道他这一副伪善的脸皮 还挂不挂得住 哎 这么好玩的八卦 可惜我不会说话 不能和人说呀 没想到老大居然能做这种事 他想做什么 送一个以为怀着自己孩子的女人 到一王府里 若说没有阴谋他也不相信 不过更可恶的是那个柳凤瑶 一个贱妾而已 居然霍乱自己的两个儿子 皇上恨不得现在就弄死他 只是想到袁宝宝说的话 算了 还是留给他们自己玩吧 百日宴这一天 不远处还能看到阳光正好 一道白链贯穿天际 上面甚至还微微泛红 这是不好 是闽西 应该就是这几天 有地龙翻身了 房屋倒塌无数 死伤数人 完了 从京城过去 最快也要两三天 来不及了呀 关键是 我不会说话 怎么提醒黄爷爷呀 可根据史书记载 那是天灾 人都没法控制的天灾 每一次出现 百姓家破人亡 死伤无数 尸体堆叠如山 现场惨不忍睹 袁宝宝忽然说天灾 还有地名 不会是真的要发生吗 而且就在最近几天 皇上面色突变 老四 跟我来 就是这 黄爷爷 快点让人过去 娇娇 你先带袁宝宝回去吧 哎 别让我走啊 快点派人去救人呢 义王临危受命 他亲自带人去了闽城 回禀父皇 儿臣过去的吉时 发动全部兵力 疏散百姓 提前放水 那边的房屋损坏不少 不过暂无人员伤亡 儿臣带去的救灾物资 也已经发下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百姓极为配合 袁宝宝看着 风尘仆仆回来的义王 心里忍不住赞叹道 我这个瞎眼爹 虽然眼神不好 但性子正直无私 做事英明果断 这若是换作别人过去 拖拖拉拉的 绝对不可能没伤亡 前世也是他去救灾的 足足待了半个多月回来 我娘被心惊女 打了二十板子 关在柴房 差点没命了 可怜她刚刚小产身体 还没恢复 又被打了扔在柴房 就这样彻底伤了身子 皇上 自古以来 祖宗有聚骨殉 女人不得干政 这小郡主 知道闽城没事了 礼部尚书冯康 急忙开口觐见 后宫都不能干政 这小郡主也是女人 怎么可以出现在朝堂上呢 这与礼部合啊 冯大人 女人不得干政 说得好 本王倒是不知 何谓干政 义王 老臣知道你心疼女儿 可朝堂之上 哪有女人来的道理 呵呵 冯大人 本王问你 何谓干政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给本王解释一下 义王眼神更冷 他女儿又不是自愿来的 还不是因为皇上 义王 你强词夺理 呵呵 冯大人说笑了 本王只是觉得 所谓干政 最起码要开口吧 试问本王的女儿 现在还不到四个月 话都不会说 你想让她怎么干政 再说了 她不会爬不会跑的 还是被皇上抱来的 你的意思难道是谴责皇上吗 哇塞 老爹这次霸气了 给你点个大写的赞 这就是传说中的护犊子吗 鸣鸣鸣 好感动哀 不过这老头是谁呀 袁宝宝低溜溜的大眼睛 落到礼部尚书的脸上 这老头管得闲事不少 自己家里确实闹得一地鸡毛 三个儿子养在身边都不是自己的 还真是个怨种老头啊 皇上的嘴角狠狠一抽 冯康的夫人他还有印象 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 看着不像是这样的人 女儿倒是他的 哈哈 他这个媳妇也真是个人物 他自己都不知道 女儿其实是这老头的呢 冯康的脸都黑了 一开始听到陌生的小奶音 他还以为自己幻听了 可那滔滔不绝的话语 不断在他脑子里轰炸 难道皇上也能听到奶娃娃的心声 可这小丫头说的都是什么话 骗人的 绝对是骗人的 他的三个儿子都那么好 怎么可能不是他的 估计他自己都怀疑过 毕竟三个儿子就没一个长得像他的 他媳妇肯定说孩子长得像自己 肯定也有人说孩子长得像他们表舅 外甥像舅也很正常 可他这三个儿子可不是像舅 本来就是他表舅的哟 哎 你说这三个孩子该叫他什么呢 爹爹还是表姑父 袁宝宝苦恼的两道眉毛 都皱成了毛毛虫 皇上低着头都快憋不住了 先是有点震惊 然后是不敢相信 挖里布尚书他的夫人玩得这么花吗 和表哥偷情 甚至还生了三个儿子 这用心有点歹毒啊 啊 皇上 老陈 礼布尚书气地想要吐血 他很想大声地反驳 说袁宝宝说的都是假话 可偏偏以往真的有很多人说 他三个儿子长得和他大表舅哥一模一样 可怜的老头子 头上绿油油的一片 都快成草原了 而且绿了他的还是他媳妇的表舅哥 也怪他太好骗了 他难道就没想过 每次他媳妇怀孕的前一个月之内 都去娘家住过过吗 可怜他兢兢业业一辈子 把三个孩子都培养得不错 最后一切都成了人家的 他夫人的大哥两岁夭折 这个表哥在孙家可是和亲儿子一样 老头可没少扶持表哥 亲手帮扶肩 扑的一下 冯康再也忍不住吐出了一口老血 袁宝宝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小眉头皱了皱 一脸的不解 这老头咋回事 好好怎么还吐血了 哎 不就是黄爷爷没答应你 把我送下去吗 这老头居然被气到吐血了 冯康面色惨白 往外走得脚步虚浮 身影蹒跚 皇上都觉得他现在极为可怜 哎 这老头也太惨了 费尽心力养大的三个儿子不是自己的 他这身体这么弱 知道了还不直接气死了 袁宝宝看着可怜兮兮的老头 眼中全是同情 已经快气死了 小祖宗 你就别说了 不是别想了 也不知道 我这爹和他熟不 要是熟的话 可以过去吃席 他这还没死呢 小郡主就记挂着吃席了 哎 也不知道这老头要病多久 他唯一的亲儿子也快死了呀 还有他的亲孙子马上就烧成傻子了 这小祖宗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吧 冯康眼巴巴地看着皇上怀中的小丫头 只可惜此时小丫头并没有看他 眼睛看着预案上的一个鼻筒 黄色的 纯金的 这得多重啊 他还没摸过纯金的鼻筒呢 皇上也看到了袁宝宝的视线 他深深胳膊拿过来 哇 纯金的 好重好重 好想要 袁宝宝心里喊着 还不忘低下头 张嘴就想咬一口 这个不能吃 小丫头不会是饿了吧 要不现在下潮 先让小丫头吃饱饭再说 皇上 礼部尚书都快哭了 他留下来是想知道亲儿子的下落的 毕竟小郡主可是说了 儿子快死了 孙子也快傻了 小郡主 老陈家里有一个黄金做的小马 也不知道郡主喜欢不喜欢 想到刚刚袁宝宝看到黄金鼻筒就两眼发光 立马就想到了主意 送礼 一向古板的他 难得聪明了一会 稀饭 非常稀饭 要要要 这孩子有钱就能逼出话来 哦 不对 应该是想 这老头其实也挺可爱的 只可惜快绝后了 都怪我不能说话 要不然就带着他去救他儿子去 哎 人太小 不会说话好苦恼 礼部尚书都快急死了 小郡主 你快点想 快点想 我要救我儿子 孙子 翻遍京城都要救下他们来 在京城西边 一百里外 有个刘家村 话说老头媳妇可真是个心狠的 当初有个丫鬟 爬上了他的床 那女人直接一碗壁子汤罐上 把人丢到庄子里 送给一个四十岁的老光棍 礼部尚书感觉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 他孩子的亲娘居然这么凄惨 被送给了老光棍 关键是那个丫头是谁 到现在他脑子都是猛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个老光棍原本挺开心的 可没想到丫头有了身孕 还不是他的 一气之下就把人迈到了刘家村 那是一个死了三个媳妇的屠夫 没有子嗣 礼部尚书心里更纠结了 就连皇上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二到手准确说是第三次 他还竖起耳朵继续听呢 小丫头又不吱声了 那孩子从出生起就没少挨打 最后也就学得杀猪 还娶了媳妇 不过最近那村子附近有野猪商人 县衙里就组织人过去清剿 屠夫是必须要去 他会跟着进山被野猪撞死 而他的儿子受到惊吓发热 现在应该已经好几天了 家里没钱看病 估计马上就傻了 皇上老臣身子不适 先行告退 他要赶紧回去救亲儿子 皇爷爷 我这爹眼睛不好 听说刘家村那边有个神医专门治瞎眼 我也要去呀 小孙女想看热闹 怎么办 宠着呗 散潮吧 刘家村 快点 刘大壮 你领着大家过去 别忘了你家儿子还在等着你呢 只有杀了这野猪 咱们才能有钱给你儿子看病的 你知道吧 刘大壮一想也是 刘大壮率先冲出去 后面的人也拿着家伙跟着 对着野猪就揍 小心 他嘴里喊着 当他的砍刀砍到野猪身上的时候 野猪怒了 也顾不得脚下的人了 转头就冲向刘大壮 而此时村民们早就惊呆了 转身就跑 刘大壮自己肯定不是野猪的对手 他急忙求救到 你 你们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野猪再次冲了上来 抬起爪子对着他就抓了过来 完了 他可怜的儿子 还在高烧等着他赚了银子去救命呢 想到儿子 他不能死 就在他无能为力等死的时候 那野猪的脑袋却迟迟没有过来 刘大壮不敢置信地睁开眼 才看到野猪就站在他半米之外 脑袋的正中心还插着一根剑 刘公子 你没事吧 刘大壮一脸地猛 刘公子自小到大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称呼公子 以前大家都喊他名字 刘公子 你父亲很担心你 快点跟我下去吧 我 我儿子生病了 我想分点钱给儿子看病 刘公子你放心 你儿子有太医帮忙治疗了 儿子你真的是我儿子亲儿子 而刘大壮的母亲 他也没想到有朝一日 居然能再次见到尚书大人 他是来认孩子吗 孩子对不起 爹爹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礼部尚书心里难受得紧 他辛辛苦苦一辈子 养的都是别人的儿子 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 在这个小山村里 对不起 礼姨娘 老爷 你 对不起 礼姨娘 我会给你报仇的 这老头 不会是嫌弃这个老奶奶 只想要儿子 不想把他接回去吧 老头子也太坏了 老奶奶的脚 也是为了救儿子 才被打断的 他是为了儿子 才咬牙忍住 老头应该把他接回去 好好给他养老才对 袁宝宝看着他们相认的画面 担忧万分 怎么回事 把本夫人拉到这来做什么 呵呵 孙秀秀 这人是谁你还认识吗 不过是个村妇 我怎么认识 夫人 你还真是好忘心 我是礼娘啊 不认识 当初是你把我送给庄子里的老光棍 你忘了 呵呵 原来是你呀 爬上我家老爷的床 就想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礼娘面色一红 她当时的确是有这个心思 可这么多年过去 她也受到教训了 孙秀秀 礼娘的事暂且不提 我只问你一句话 这三个孽种是谁的 冯康 你胡说什么呢 他们都是你的儿子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怀疑我吗 我不活了 我这都活了大半辈子 孙子都会跑路了 你居然怀疑我 孙秀秀说着呜呜的痛哭起来 你别说 他哭泣的样子 还真是 哎 怪不得能把他表哥 迷得神魂颠倒的 这徐娘半老的威力也不小啊 可怜的老头 他的夫人直到现在 每年都回娘家住好几次呢 最近几年住的次数更多 是不是这老头不行了 所以他才跑回娘家找他表哥 嗨嗨嗨 皇上急忙咳嗽起来 他家小孙女 想得不用这么露骨 现在能听到他心生的人可不少 你说你一个小娃啊 这样想合适吗 想这些会影响你的形象啊 远宝宝果然不乱想了 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外面 哇哈哈 马上就要虐渣了 我稀饭 炒鸡稀饭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把这些人整个半死 对不起这老头当了大半辈子的王高子 虐渣吗 打个半死怎么够 那你就死吧 李布尚书眼神阴狠 抬起手对着孙秀秀的脸就打了过去 啪啪啪啪的 李冯康 你疯了 他们都是你的儿子 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居然这么说他们 你让儿子们以后怎么做人 怎么做人 他们真是我儿子吗 孙秀秀 老子就没见过比你更恶心的人 你居然和自己的表哥偷情 还生了三个孽种 冯康 你胡说什么呢 他们明明就是你 不要 不要打我 一道身影被人丢了过来 表哥 你 呵呵 肩负终于团聚了 孙秀秀 你说你就这么贱吗 和自己的表哥偷情 不 没有 你胡说 你胡说 李布尚书冷笑一声 他从秀中掏出一把匕首 这三个孽 是你的吗 妹夫 我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数到三 你若不说实话 你这东西就不用留着了 三 二 我说 我说 他还是受不了自己被烟 好可惜 我还想看怎么被烟呢 这男人也太耸了 你不过是失去一点东西 有可能保住你儿子 李布尚书终究还是没让袁宝宝失望 让人狠狠打了相关人员一顿 他的夫人孙秀秀 则是让丽娘亲自处理 丽娘和刘大壮 还有他的媳妇儿子都被接了回去 至于孙秀秀 打完了直接丢到沟兰院 那里给钱就能行 足够他好好反省了 袁宝宝吃了满满一肚子的瓜 早就吃撑了 回家收拾收拾赶紧睡觉 明天问问那老头 我的小金马呢 闭上眼睛后 袁宝宝还不忘嘟囔着 他这女儿还真是个小财迷呢 柳凤瑶因为伤口浸了无盐花粉 养得难受 听到翼王回府 柳凤瑶急忙让丫头过去请人 王爷 你一定要给瑶瑶做主啊 做主 王爷 瑶瑶也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姐姐 姐姐居然在瑶瑶的药里下了无盐花 瑶瑶现在 你说是王妃做的 王爷 可除了姐姐 这府里还有谁会给我下毒呢 柳凤瑶的话刚落 柳娇娇就抱着孩子过来了 袁宝宝只睡了一小会儿 就想找翼王了 姐姐 我不是故意 王爷 需要切身派人去查吗 哎呀 娇娇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都是自家人 还是算了吧 二夫人也没想 柳娇娇会忽然过来 她眼睛转了一圈 伸出手 这就是小郡主吗 长得还真水灵 哼 袁宝宝看着女人脸上虚伪的笑容 哼了一声 傲娇地转过头去 然后伸手指了指翼王 翼王从善如流地把孩子抱过去 王爷 月歌也想你了 二夫人亲自把孩子送过来 王爷 你看月歌长得和你多像啊 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哈哈 一个模子笑死我了 一个模子啊 她二夫人理直气壮的样子 难道她自己也不知道 月歌根本就不是翼王的吗 那柳凤瑶还真是会隐瞒 拿开 太丑了 抱走 袁宝宝也被惊得瞪大眼睛 王爷 月歌可是你 本王才刚回来 累了 有事明天再说 说完也不等柳凤瑶反应 抱着袁宝宝就走 妹妹 你还是好好养着吧 这没证据的话 还是不要说得好 你污蔑我是小 我也不会太过在意 只是 这若是传到外面 或者宫里 皇上知道了 可就不好说了 忽然发现我这爹爹真的好酷啊 其实 他也是喜欢我娘的吧 只可惜两人误会太多了 我娘又是个哑巴性子 不张嘴也不会解释 唉 袁宝宝看看一王 再看看柳娇娇 也是为两个不省心的爹娘操碎了心 他想让娘亲离开这个瞎眼王爷 但王爷爹现在很好 怎么办 不过他对新鸡女还是真爱 不管那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他原谅 袁宝宝叹了口气 男人的心思 女人猜不透 上一世王爷去镇灾 娘被打了一顿 关在柴房半个月 吃不饱穿不饱的 这新鸡女只是被打了 似乎不太够啊 柳娇娇听到 女儿还在帮自己谋话 心里更加感动 她曾经被柳凤瑶欺负的那么惨 她也觉得不够 等等 刚刚娘说的话 新鸡女肯定慌了 她的丫头绝对会出去联系奸夫的 让娘抓住她 直接定下她的罪 袁宝宝还是没出去 再次醒来 居然又到了金鸾殿 袁宝宝先是有点迷茫 在看清眼前的一切后 大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哇靠 我这又来上朝了 不久前还在侃侃而谈的右相大人 看到皇上这样 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他昨天没来上朝 还不知道袁宝宝的丰功伟绩 袁宝宝却不管这些 大眼睛转了一圈而 没发现昨天那个老头子 那老头怎么没来呢 我的黄金小马呢 哦 那坏老头 不会是不给我了吧 哼 大人就是坏的 就会欺骗小孩子 袁宝宝不悦的嘟嘟小嘴巴 皇上听了差点笑出声来 皇上 老臣知道你疼爱小郡主 但自古以来 哪有带着奶娃娃上早朝的道理 这若是传出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皇上你 右相一脸的气愤 他身边的一个大臣 拉了拉他的袖子 右相 别说了 昨天礼部尚书反对了 结果现在 还在家里躺着呢 气得没了半条命 这右相昨天没来 就不知道打听一下朝廷的事吗 还敢出来反对 若是得罪了小郡主 不知道右相的两个儿子 是不是他自己的 皇上 小郡主实在不应该来 右相 皇上喜欢本王的女儿 就乐意把她带过来 和你有何关系 翊王 可这朝堂不是儿戏 右相的意思是 皇上喜欢本王的女儿 带到朝堂上来 就是儿戏了 翊王 老臣没这个意思 只是这朝堂本来就是个庄严的地方 带小孩子过来 哭哭闹闹的 长河提筒 呵呵 本王女儿哭闹过了 你们听到了 哎呀 这老头还是个丞相啊 上年得意 一辈子顺风顺水 在民间的民生也很好 百姓都说他清廉 家里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朝堂上更是仗义直言 是众人心中难得一见的好官呢 脑中忽然响起的声音 惊得又像面色变了变 这是谁在说话 不过这声音像是个小孩子 难道是 就连皇祖父都觉得 右相是个千古难得一见的大清官 若不是已经没什么可赏赐的 估计皇祖父还想继续给他加官进爵呢 实锤了 果然是小郡主 哼 以为这么夸我 我就会让你在朝堂上玩 本大人可是仗义直言的清官 才不会被几具马屁给轰的改变主营呢 不过 这都是右相做给外面人看的 其实他就是杨氏担子 好着急 小郡主 你倒是快点想啊 杨氏担子表面光 内地里却是一地鸡毛 不会是两个儿子都不是右相的吧 不可能 怎么可能那么惨 那俩孩子长得活右相挺像的 说不准啊 难道是有私生子 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呢 你又不敢光明正大的花 你的夫人 儿子过得都很清贫 外面的小三生的孩子 却过得花天酒地的 哎 自己也花不了 整天还提心吊胆的 右相面色俱变 他有外事的事 隐瞒得很好 绝对不能被人查到 这小丫头怎么知道的 众人都知道右相家里清贫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殊不知他最值钱的 便是书房的那墙 整整两面墙 里面可全都是金子银子啊 好几次赈灾 黄爷爷都是让他负责 他每次都赚得盆满钵满的 可怜那些百姓 家园被毁 连稍微浓稠点的粥都喝不上 百姓们还对他感恩戴德 他心里就不愧疚吗 袁宝宝心里感叹着 只可惜他还不会说话 等我会说话了 一定拉着黄祖父去这个老头家里 砸了他书房的墙 他想抬起头狠狠瞪那坏老头一眼呢 结果发现 咦 那个坏老头人呢 刚刚不是还在吗 众人一头黑线 你都把人送走了 自己居然不知道 袁宝宝还在转着小脑袋找人呢 那坏老头人呢 皇上咳嗽一声 双目威严地扫了众人一眼 站起身抱着孩子走了 魏公公急忙喊下潮 一网挑眉 他都没想到 又像居然贪了不少银子 他女儿怎么知道的 如梦院里 柳凤瑶的身体难受 心情也不好 一网刚回到府上 秋兰就跪下来求他过去看看 他转头看了不远处 抱着袁宝宝的柳娇娇一眼 柳娇娇根本就不理会他 呀呀 想去 我想去 想看看心机女啥样了 爹爹带我 听到这话 一网快步过来 娇娇 宝宝给我吧 我随你一起过去吧 毕竟是我妹妹 看一下也是应该的 夫人 王爷来了 柳凤瑶听到义王来了 急忙伸长了脖子 王爷 瑶瑶姐姐 你怎么也来了 听说妹妹身体不适 我这不是过来看看吗 哎呀 妹妹这是什么病啊 都多久了 怎么还没好呢 哎 看我这记性 差点忘了 还要喂孩子呢 妹妹这病不会传染吧 姐姐 我这只是无盐花粉过敏 不会传染的 你这是 下朝啊 皇上喜欢宝宝 就带着他上朝了 孩子太小 离不开娘 我也就只能陪着王爷一起去了 哎 起得太早 我现在还有点困呢 哎呦 我可没妹妹这么娇气 我家闺女就喜欢我亲自喂她 不像是妹妹 把孩子丢给奶娘就行 还真是省心呢 袁宝宝听得都震惊了 小嘴巴微微张开 差点忘了和尚 哇靠 哇哇靠 这还是我那个哑巴娘亲吗 这嘴巴多厉害呀 把心机女都说得无话可说了 忽然想起以前的哑巴娘 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 她刚醒来的时候 明明和剧情一样 但现在似乎变了不少 小丫头有点不明白 难道是剧情崩了 这个柳凤瑶小说中 可是一直都春风得意的 人家是翼王的心肩宠 而她这个小炮灰 早就死翘翘了 娘亲这个时候身体也垮了 虽然没死 但早已掏空 只是留着被翼王念而已 你让丫头找本王过来 有事 翼王心情不太好 刚刚女儿对柳娇娇都改变称呼了 可自己那个瞎眼的称呼 什么时候去掉 翼哥哥 王爷 我的伤还在难受 已经找遍了京城的大夫了 可他们都没办法 本王不是大夫 哇 爹爹好酷啊 这才是霸道王爷该有的样子 他算是看出来了 他家闺女不喜欢自己和柳凤瑶走得近 可柳凤瑶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 王爷 瑶瑶想请你帮忙找太医 不过是无言花过敏 哪需要请太医啊 就是 太浪费资源了 我娘肯定有办法 王爷 妾身小的时候也不小心接触过无言花 妾身还记得当时的药方呢 柳凤瑶目光不善地看了过来 她不相信柳娇娇会这么好心 平时她可没少设计她 王爷 我还是想让宫里的太医帮忙看看 姐姐的方子未必合适 毕竟那时候姐姐年龄还小 说不定早就记不清了 妹妹说得对 那还是算了吧 柳娇娇也没坚持 一网眉心促起 还是让人去宫里请太医了 袁宝宝看着柳凤瑶的面色 暗自思量 柳娇娇也暗自震惊 她悄悄看了义王一眼 只见她面色如常 柳娇娇是真的不明白了 义王就这么喜欢柳凤瑶 哪怕她给她戴了好几顶帽子 都无所谓 还真是够爱的 王爷 小郡主没事吧 而听到义王府请她亲自上门 啊 我没事吧 应该没事吧 李太医 小郡主没事 是柳侧妃 柳侧妃怎么了 李太医 我家夫人上次受伤 伤口碰到了无盐花粉 到现在还没愈合 秋兰急忙说着 无盐花粉 王爷 无盐花虽然好看 但花粉确实有毒 您府里的小郡主年龄还小 以后妾莫不要有这种危险的东西 上次小郡主的衣服上 被人撒了无盐花粉 现在又有人中了 还真是奇怪呢 老陈已经很久 没见过无盐花粉了 哈哈 报应 心机女上次还想害我 敢设计女儿 柳凤瑶怎能不付出点代价 只不过 她也没想到 这无盐花粉效果这么好 王爷 老陈这也没什么好办法 过敏得太严重了 心火太旺 除非用点降火的法子 不过 那味道可能不是太好 哎 我说过我有个药方 只可惜妹妹不放心 王妃有治疗这病的药方 小时候曾经不小心沾染过 当时也受了不少罪呢 我娘用了不少法子 好不容易才治好的 王妃 不知道你那个药方是 柳娇娇无所谓的像了像 其实也没什么 那药方也不难 不过是药物的用量 有点特殊罢了 如你刚刚说的 心火太旺 只要好好的谢谢火就好了 我娘好厉害 肯定要坑心机女了 哈哈 她自己都这么难受了 她也不想想 我一个奶娃娃 当初若是中招 怎么抗得过去 我也知道一个药方 民间秘方黄金汤 泡上三个时辰 保证要到病除 柳娇娇 她女儿就是厉害 比她还狠 一网皱皱眉 转头看向李太医 李太医 这种毒 民间可有什么法子 一些民间的法子虽然土 但有的效果却是极好的 这个 王爷 说到民间的偏方 我倒记得有一个 说不定真能治好妹妹这伤呢 什么药方 黄金汤 据说这法子 很多疑难杂症都能治疗 妹妹这伤 已经耽误这么长 时间都没好 应该属于疑难杂症了吧 这 王妃说得有理 这个应该有奇效 李太医嘴角狠狠一抽 王福里果然水深 他这个小太医 肯定不能掺和 哈哈 黄金汤 好啊好啊 我要看心机女用 远远看看就行 绝对不靠近 柳娇娇可不想在这 等着一网也跟着离开 柳娇娇这件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秋兰 你说柳娇娇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柳娇娇 这明明就是给你那个小孽种用的 你居然敢设计我 秋兰 你怎么了 夫人那黄金汤味道可能有点怪 有点怪怎么了 总比我这样只能躺着 半夜都睡不好较强吧 娘娘你还不知道 若是你知道什么是黄金汤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这么想 看热闹去 带着爹一起去 看到他最心爱的女人泡在大份水里 那体会绝对终身难忘 我不要这个 坚决不要 娘娘 这可是王爷的命令 王爷是关心你 也想让你尽快恢复 你还是尽快进去吧 毕竟这可是要泡三个时辰呢 若不快点 晚膳可就不用吃了